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讲的就是一部艺人高考全家拼命 没错真的是在拼命的韩国黑色喜剧天空之城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天空之城的高档小区里 这里洞洞大笔 天然学区房还有高尔夫球场四家图书馆 是为韩国某大学的医学专家大学教授准备的高级宿舍 当然也只有有地位有能力有背景的领导和未来领导 即韩国顶端0.1%的精英才能免费入住 同时天空之声还有另一层预议 SKY代表着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 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 岩室大学 天空之声的妈妈们需要从小让孩子接受严苛的教育 目的是将来考上最好的大学 实习医生 律师 检察官的尊贵和祖川大扁野 然后就能成为这个小区的西伟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场华丽的派对 大家红酒西餐小七星 西装礼服雍容华贵 作为一个医生世家 又一个大学教授 干了个杯然后商业互吹 人家派对的主角是现代的西伟 英才妈妈 英才妈妈含辛茹苦 把自己的英才真的培养成了英才 考上了首尔一大 老子成了邻居眼里长得帅 会读书 志气美劳 闻起两开花的孝顺耳朵 英才妈妈也圆满完成任务 开始了人人追破 环球邮轮大金卡的西味幸福生活 然后第一次结尾 她就自杀了 原来英才一家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光心 我也让儿子好好学习 英才妈妈采用的方法很简单 盘他 什么 都没考第一名 你咋还有脸吃饭 什么 竟然只考了全班 你咋还有脸睡觉 学习那么糟 我要死你 还不如死了算了 在这样的关怀下 英才早就崩溃 靠和保姆私通寻找安慰 于是英才妈妈又找来了传说中的 高考人肉通行证 长得像天海游戏的高考协调专员 梅斯金 表示只要儿子考上大学 一切手段无所谓 梅斯金也果然是个好老师 通过古代小故事 告诉英才要好好学习的大道理 于是在金老师的关怀下 英才顺利考上一大 然后你家出走回家里断绝了关系 英才妈妈崩溃自杀 丈夫也辞职了离开这里 但生活依然要继续 梅斯金眯了眯小眼睛 也锁定了新目标 小区的新西味 短发妈妈韩淑珍 这里为了好家 我们可以直接叫她 美香吧 美香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小易是个学霸 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名牌高中 但顾名思义 这个小易既是个学 也是个霸 在教育上 美香坚决贯彻 虽然在女儿面前是个弟弟 但美香也是个又狠又准的女人 先是想方设法拍上C位马屁 知道了Miss金的存在 后来即使知道了 英才家的悲剧是她造成的 还是在愤怒斥责 犹豫和下跪后 依然让她辅导女儿 然后女儿好像也不太正常了 小易对妈妈越来越暴躁 对金老师越来越依赖 精神也显得越来越不稳定 而此时 美香的C位也受到了威胁 天空之城很快搬来了新住户 宇宙家 宇宙的妈妈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妈妈 性格好 喜欢种花 和儿子打成一片 相比考试成见 更在乎儿子开不开心 所以宇宙 理所当然也是那种别人家的儿子 长得帅有礼貌 不读补习班也能考第一 让家里人很省心 这样的男孩子 怎么可能没有女孩子喜欢 这样的男孩子 怎么可能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宇宙喜欢的女孩 叫小娜 因为学习很好 而且都喜欢宇宙 小娜和美香家的小易是死对头 然而不同的是 小娜家里很穷 父亲不在 母亲生病 她不仅要学习 还要与有钱的大人们周旋赚医药费 日子很苦 小娜还是咬紧牙关挺下去 但母亲依旧重病去世 然后她发现她原来有爸爸 而她的爸和她死对头小易的爸 竟然还是一个爸 真巧 此时的小易爸爸并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女儿 他只知道自己家里突然多了个补习老师 小女儿很喜欢她 她自己也觉得这个孩子很不错 而此时 小区里的C位可能又要变了 但这次不是她 而是她 车教授 车教授家是小区的高知家庭 老婆是博士 自己是法学教授 有一对双胞胎 和一个在哈佛读书的女儿 教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但双胞胎读书没有其他小孩好 所以只能偷偷在家里发脾气 然而她的哈佛女儿回来了 她终于可以扬鼻吐气了 看我女儿屌不屌 和奥巴马的女儿是闺蜜 然后女儿杀了谎 女儿哈佛没有考上 为了父亲的虚荣 装作考上 天天去哈佛蹭客 于是收到哈佛律师 她的教授一家 自飞蛋达 自喘身天 你这些 这些 这些 诶 虽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生活还得继续 宇宙生日 请来小区小伙伴一起庆祝 拍照玩耍吹蜡烛 然后他喜欢的小娜就摔死了 小娜被送到医院 此时的她爸 仍然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女儿 不管小娜死活 选择先救院长孙子 但小娜的死 极有可能不是意外 小娜的死和众人的反应 仿佛是天空之城的缩影 表明相互和睦 背景里却相互攀比 蔑视 斗争 为了孩子考上大学不择手段 不顾他人死活 而当真正的事故发生时 相互推诿 扭打 管如一场滑稽戏 天空之城表明是 发生在韩国0.1%上流家庭的故事 但背后所存在的教育焦虑 是整个韩国乃至亚洲都存在的现象 在韩国 SKY大学的文凭仍然代表着最好的工作 最好的人脉 最好的婚姻 和透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跟现实店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精英俱乐部和利益圈 这意味着在韩国想要出人头地 就必须考上SKY大学 每天高强度的学习和考试还只是一个开始 面试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繁忙的课业后 还要抽出时间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所获奖项 社会经历 课外阅读 自己的特长 都要记录在案 这是一场亲全家教育资源的漫长马拉松 一步落后 就可能再也追不上 除了学习的压力 孩子还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 父母之间的相互攀比和阶级焦虑 演变成了对孩子成绩的狂热追求和严格管理 并美其名曰 这甚至已经不是只有韩国才有的问题 国内也同样弥漫着这种教育焦虑 学区房 私立学校 重点班 各种辅导课程从娃娃抓起 用几代人积累的资本 将教育资源垄断成一种商品 价高者得 即便是相对公平的高考 也无法弥补几代人积累的差距 本应是快乐的学习和教育 却让家长和孩子迷失 甚至是痛苦 实际上的实位 实际上的实际上 也是你的打算表… 相對… 我沒有做地主要撥 kır ox毛 我上面還有 dział 我自己在臭腿 Ether below 好的不 Moż我用連子 我沒有全部沒有 沒有 exhibitions 我沒有成績 我是多少 還沒有 是好 所以总的来说 天空之城是一处看似浮夸 实则嘲笑的黑色幽默剧 戏血狗血的剧情在细细思考下 实则是现实的暗讽 所谓的天空之城 也更像是在现实随时都会存在 一座珠光宝气的戏台 当剧者明知是戏却下不来台 旁观者暗自偷笑却盼着登场 如人饮水人暖自知 同样我希望国内也能不断诞生出 类似天空之城这样的电视剧 一方面我们仍然缺少能够犀利 呈现社会现实 能让人反思的电视作品 即便出现也如同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的电视剧 才是国内一众戏国和成熟演员的舞台 如同天空之城妈妈们精彩的表演一样 我们也同样不缺少优秀有演技的 终身大女演员 但太缺少适合他们的剧本和机会 好演员和好剧本永远是在相互成就 抛去情怀和流量 只有真正的好故事 才让人不会看腻 但也只有他们来演 才能让我们看得过瘾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有话说 还有吗 哎呀 我一直在本当说 一些历史 感谢观看